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项社会保险之外,一项新的社会保险、长期护理保险,正在中国逐步推开,被失能老人体面养老提供保障,全国7%的家庭有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中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已超过4000万人,其中重度失能老人占相当比例。 同时,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全国7%的家庭有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目前实际接受的护理局大部分由配偶、子女或亲戚提供。 第三方机构服务占比极低,面对大量失能人员对于长期护理保障的客观需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中国应运而生。 2016年,全国15个城市和两个重点省份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探索建立以社会护理攻击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招量和与基本生活,并且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资金获得,物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全部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朱耀宁指出,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战略举措。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仅可以满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即高级生活质量,使其获得了最大程度的生活独立和人格尊严。 也可以缓解老年人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照料压力。 长期护理保险 沙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布了,关于实行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决定利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接下来,就以沙东为例,为大家介绍长期护理保险的拆保范围,缴费办法,带月支付等。 拆保范围,参加职工及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退休人员。 缴费办法,通过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单位补充医保资金,个人缴费及财政补助,福采工业金等渠道解决。 其中,个人缴费不定于筹资总额的30%,个人缴费可从职工个人医保账户代口。 各式,要根据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和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水平,合理确定具体筹资办法,筹资比例和筹资标准。 保障范围,重点保障长期处于失能或办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院长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理解,相关的医疗固理等所需服务费用。 各式可根据当地保障需求和资金承受能力,低水平起步,科学确定重点保障人群和具体保障项目,并随经济发展和资金支撑能力,提高逐步调整,待遇支付,护理服务费用由护理保险资金和保障对向个人按比例或按金额分担。 对贫困人员可以给予适当照顾,长期护理保险待遇可按机构护理,家庭护理等不同形式,护理不同等级,提供护理服务不同方式等致定差别化的待遇保障政策。 原则上规定范围内的护理服务费用支付标准掌握在75%左右。 各地要积极探索享受护理待遇,与个人缴费事到挂钩的办法,强化个人责任。 长期护理前已复该约4800万人,2012年,山东省青岛市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 2017年开始,青岛又把重度虚质老人纳入长期护理保障范围。 从今年4月1日起,青岛开始实施全人群则市升级版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在原来的长期医疗护理基础上,将基本生活照亮,纳入职工护理保障范围。 即使目前,该市已有5万多人享受到护理保障待遇,累计支出护理保险资近15亿元,护理服务机构发展至600多家。 不久前,宁波失手批被评估为重度失能的574名职工。 因法参考人员开始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133万元。 护理人才紧缺成最大短板,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才刚起步。 专家认为,目前这一制度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新趋势,和老年人快速增长的护理服务需求还不适应,或且需要这一步加强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 据测算,以4000万是能老人为基数,按照3比1的护理服务配置,护理人员需要1000多万。 当前,护理服务人员对无匮乏,养老护理人员是正上岗的不大10%,绝大部分养老机构护理员,集中在40到50岁年龄段,学历大多在初中以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